其實我知道他在韓服也是有在練藍寶 我們就來看一下台北安殺星 今天到底帶給我們什麼樣的戰術 看起來就是一個封鎖LAST BOY 封鎖韓國人 先把LAST BOY的角色變光 LAST BOY在韓國CJBLAZ效力的時候 其實就是以寶牌的 而且偏法術型的這種輔助文明 當時還有陸陸的輔助 他應該是用得最出色的成名角色 這一場納米加珍娜兩隻角色直接BAN下去 最後一隻角色看一下要怎麼做選擇 TSN亞歷斯塔這邊陷入了一個長考 應該是沒有考慮到TPA會選擇封鎖輔助的方式 最後一隻角色戴露池藍寶直接鎖定 直接BAN下去 那就是代表中路是一個全部Open的狀態 那就來看一下TPA這邊藍方首搶 是要在打野的部分拿還是要拿中路 TSN最後一隻的BAN角包含了茂凱 包含了剛剛丁特所提到的奈德利 TSN陷入了一個長考看起來 我覺得這邊茂凱腳放的話 TPA這邊一定要搶起來 角度不搶起來實在太 現在選擇封鎖BB的路線 因為BB前兩場合很好 的確毫不猶豫 台北暗殺性 沒有猶豫 相信阿祺一定有十足的信心 五成的勝率 我們就讓這個五成的勝率突破五成 好不好 好 那在這邊TSN 一樣是要讓Amazing使用自己 雖然非常擅長的理心喔 當然WINS的理心也是不防多讓 所以這邊絕對是先把打野給搶下來 Amazing 看TSN這樣選他們應該是想要 留康特畢克給比爾森 或是戴爾斯 沒有戴爾斯已經不選 那應該是留康特畢克給比爾森 好 那這邊可以先搶一個輔助 還是要先把AD拿下來喔 因為這邊已經吃了 一次一次吃了一個路線的band 很有可能會先把 把崔斯塔納給鎖定 就來看一下TSN 還在考慮 Amazing這位打野選手喔 在他之前 在其他隊效力的時候 是直接被TSN給向中 在這一季的季賽 的確是崔斯塔納 喔 Mulning描鎖了亞術 這邊要把瑟琳鎖起來了 哇 那其實可惜 TSN這邊把理心給拿掉了 要不然如果理心現在在的話 WINS跟Mulning可以很好的來做一個 中路跟Jungle的一個搭配 但是我覺得現在已經拿到Mulning 所以理心就 不是那麼重 因為Mulning是隨便都可以捶到好幾個 好 那在這邊 TSN的三四選 Dailus應該是要拿Rulu了 昨天被TPA在子方的第一選 給搶走的角色 喔 是布朗姆嗎 Lostboy這邊被封鎖的兩隻 那包含了自己 自己隊伍封鎖的吉林喔 有三隻輔助角色 所以是布朗姆Lulu 鎖定 那這邊TPA 比比是選角完全 應該是藍方這邊的劇本已經寫好了 對 如果這麼快的選角 應該是他們想要的陣容 所以最後就是由上路的茂凱 搭配打野的卡麗絲 中路是亞術下路組合 瑟雷西配上突起 TPA的五隻血色已經選好了 那丁特你這邊認為說 比爾森這個Counterpeak會怎麼樣做選擇 你說他們的陣容還是會打一個Poke 反開型的拉打陣嗎 因為奇樂斯其實算是好打壓術 而且老鼠角度繞的話 他也有一招單體運氣可以限制老鼠的輸出 來看一下比爾森最後要怎麼做選擇 當然自己非常成名的捷這邊也還在 會不會是要拿球女嗎 那TSN這邊的確是選擇 比較保牌類型的角色喔 那當然奇樂斯跟球女在團戰中的定位 是不太一樣的 如果說是選擇奇樂斯 那就是像剛剛丁特所說 是要利用自己的傷害去逼退突起 開啟大決後的定點射擊 球女當然是提供了隊伍更多反開的機會 沒有錯 我覺得這邊TPP可以好好把握前中期的時間 就是老鼠出外隱落那個時間開始游走 那這個球女的壓力會非常非常的大 下路這邊是泡娘加上布朗姆 對上突起跟瑟雷西喔 那今天不知道TPP會不會選起 選擇陣線的面對TSN的下路組合 整個陣容來說 TSN其實這套陣容 在他們最後一盤對上 Cloud9的比賽裡面是非常的類似喔 只有下路這邊的角色 納米是被封鎖的情況下 選擇一樣有反開性質的布朗姆 來作為他們的選擇 那場比賽如果TPP 我相信TPP一定有看VOD 所以一定要記得他們這樣的組合 其實是TSN非常擅長大的一種團體方式 就是讓對方來engage 對方開戰以後 我直接靠著球女跟support提供的反開 讓瑟斯塔納這邊有機會來做收頭 對我記得那是一個很關鍵的 就是說他們大概是落後4000塊左右 然後他們在中路直接直衝的情況下 他在紅區下面的那個草叢被開戰 對 那個時候其實 我記得那時候Cloud9的中路 high是使用牙樹喔 然後配合了隊友的進場 其實已經很漂亮了 但是就是last ball一個關鍵的納米的海浪 接著比爾森的大絕 讓崔士塔納可以順利的逆轉 打出一個quand draw還是penta kill 好兩邊10隻角色已經選定了 比爾森的球女雖然不是自己最出名的角色名單裡面喔 但是他在EU的季 在NA的季後賽裡面使用的表現是完全不遜色給 包含了大陸 包含了歐洲擅長使用球女的選手 這場比賽馬上就要開始了所有的召喚師 現場的召喚師 收看傳播的召喚師 相信都跟我一樣緊張 剛剛傑哥在訪問裡面說到 他覺得主場的優勢可能沒有想像中的那麼大 各位現場的召喚師你們同意嗎 你們同意傑哥所說的嗎 再給他們一次來自地主隊的加油好不好 再給TPA一次加油 好的這場比賽開始兩方 T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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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相信現場跟收看轉播一定有非常多TSCM的粉絲 但是這一場比賽我們說什麼都不能把勝利讓出去 兩方在河道口對陣 遊戲時間55秒 非常準時的下了河道的防守眼位 目前來說應該是一個正常的對線局 看AD跟support的位置 沒有一方想要採取換線 我覺得BB他這場可以採取B線的方式 用控兵線的方式 動線 讓自己能夠快速的成長 然後開始遊走 因為LULU跟球女這兩隻其實都蠻怕老鼠的gank 他們幾乎沒有技能可以去防禦 但是這一場TPA下路組合所帶的召喚師技能 看起來是比較想要正面的打一波 J這邊沒有選擇的虛弱 當然也跟比爾森沒有選擇AD型的刺客角色有關 其實TSCM這組合就是標準的寶牌 可以看到後期Dirus一定會一直把盾套給野龜 讓他去輸出 所以基本上不會有什麼充牌 所以虛弱應該是沒有用的 那就要看帽凱這邊跟上路 Dirus Arch兩邊的發育誰比較好 如果神木能順利的成長的情況下面 其實TPA的陣容在開戰方面 其實是比前幾天的比賽來的好很多 下路這邊直接兩方硬是搶二級 布朗姆也是上來頻繁的觸發一擊之盾 在推線的進度上 威爾特頭這邊是靠著泡娘前期的被動 已經占到了優勢 TPA放棄了搶二 突擊在前期打線的過程中 還是比較劣勢的一直AD carry 兩邊的打野一樣吃第二坨的野怪 再往第二個buff靠近 這邊WINS應該要多多關照一下下路 盡快讓BB長起來 同時也壓制野龜的發育 因為他們這套組合的核心其實就是野龜的泡鳥 兩邊的AD carry 在這一場比賽都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當然我個人也很期待Morning這一場亞素的發揮 在南港展覽館有跟西門夜說 上演一個結隊亞素的表演 那這一場Morning的亞素 能不能在中路為TPA打出缺口 這邊合到TSN也已經被TPA給掌握了 看一下WINS會不會有什麼動作 但是Amazing這邊已經繞到了中路的右側 下了一隻眼鏡 一個漂亮的韌敵千鈞的穿越 配上了哈薩基隆隆捲風 先給比爾森一個下馬威 上路這邊LULU的推線進度 當然是比帽凱在前期來的更好 也是自己下了一隻防守的眼睛 WINS繼續持續發育 連續兩次的龍捲風都成功了密中比爾森 上路是三級打三級 R7其實點出了QWE技能 現在是有機會上去跟DIRUS做換血的 剛剛出了水晶禮藥這個效果蠻好的 就讓DIRUS完全沒有辦法去消耗他 現在亞素的位置有一些危險 Amazing現在繞到了中路 Amazing這邊才想要找機會 這個胡椒龍贏沒有命中 差一點點 沒有問題 中路這邊血量上面還可以支撐 洪水也還沒有喝完 第一趟WINS已經回補 帶了一律一指 如果現在可以成功地抓到Amazing的位置的話 其實各線上面可以上到六級的時候 有機會來做一波開展 我覺得目前的情況對TPS是有利的 因為WINS已經先成功回家補出了兩隻眼 應該可以提早掌握這個視野 加上Amazing現在在中上露頭 什麼事情都沒有做到 下路應該可以多給一點壓力 這個領動衝擊是miss了 WINS的確是來控制對方籃區的視野 在五分左右下了兩隻綠眼 在七分十秒的時候可以有效地入侵 TSN的籃區 這時候查完眼應該是要往下路靠 但是會激過一隻一眼喔 來看一下傑哥有沒有辦法出勾 這個出勾會相當的關鍵喔 哇是TSN的下路組 拉得非常的快 並沒有露出破綻給TPA 我們也是期待傑哥這一場的色雷性 能像上一場